6月7号是2021年高考第一天 中国1078万考生赶赴考场 上午8时 记者在北京人大附中考点看到 考生正在依次刷脸入场 现场一片鲜叶颜色 许多家长穿上旗袍 还有人身着鲜红色衣服 为考生助阵 今天就给孩子送考 穿上旗袍 希望他旗开得上 四天我妈都要连着船 第二天是一路 三天和四天是一路辉煌 是根据颜色来的 这是我朋友专门为我勾的 亲手勾的 那寓意就是旗开得胜 一路绿灯 给他准备的就是平和的心态 他考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都接受 只要孩子自己不后悔 他达到自己的目标 就是我的目标 在考场门外 还有许多已经步入大学校园的 学长学姐们专程前来 有人穿上大学校服 也有人身着高考加油 字样T恤 为2021届高考生加油鼓劲 去年不是刚从这里毕业吗 然后就刚刚考完 然后今年咋分 对我们的学弟学妹们 再加个油 大家就放平心态 然后去 就是好好地考 然后可以享受这个过程 就祝大家都能考 取得理想的成绩 然后尚要理想的大学 我相信你们 然后你们应该也一定会相信你们自己 然后不要有什么压力 只需要去这个轻装上阵 然后我相信你们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021年北京高考一线考误工作人员全部接种疫苗 全体考试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考试期间严格落实入场体温排查 考场消毒通风等防疫措施 考点外 民警交警及学校保安正在维持入场秩序 保证现场安全有序 中午11时35分左右 完成第一门考试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许多送考家长为孩子送上鲜花和拥抱 多位考生向记者表示 语文科目的试题与往年相比难度相当 发挥良好 就还行跟你以前考试的感觉差不多 就是也没有也没有就是紧张什么的 说实话 我是考完之后才反应过 这是我高考婴儿结束了 虽然题目前是那个继续玩 这就是成熟的模样 那个继续玩 就是它比较偏日常一点 发挥的空间还行 就没有规定的那么词 心情就稍微放松了一点点吧 因为考完了语文第一课 和一模二模感觉差不多吧 下面科目希望能够考得好 学历学妹们高考加油 金榜提名 一举夺魁